各位学员,大家好 本节课是漏洞专题 能见上传漏洞的第五节课 上传验证代码或者不严格 漏洞的成因主要是因为 程序员写代码的时候考虑不周全 或者仅设计了黑名单 或者仅设计了白名单 或者目录参数传递可控 或者验证方式可以被绕过等等 传统的验证手段 一是没有任何验证 二是JavaScript验证 三,MIME类型验证 四,后缀验证 五,文件内容的验证 没有验证 直接接收从客户单上传的文件 无论它是不是恶意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代码 这边是接收提交过来的Action值 放到Action里面判断是不是等于Submit 然后取得PHP上传的文件名 然后直接移动文件 保存到我们想要保存的那个目录里面 然后直接就直接就移动了 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直接上传一个图片 是可以上传的 我们来上传一个 开个名 上传一个php文件 这也是可以上传的 说明它没有进行任何验证 我们到目录里面看一下 它直接传到当前目录了 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图片文件 本来 但是我们在最后里面 其实加了一个宇宙化目码 宇宙化目码已经解析了 我们可以通过下道栏连接看一下 看到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可以直接执行一些其他的命运 就是 服务器环境没有怎么配置 所以说是system存现 接下来看一下 加入script的验证 加入script的验证 请看上传漏洞的第四节课 本地文件上传被绕过 mimee类型的验证 我们来看 先来看一下什么是mimee类型 它是一种用途是互联网 邮件扩展的类型 是设定某种扩展名的文件 用另一种程序来打开的方式的类型 我们到后面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 这个你解释到 这种 -303的这种类型 它的mimee类型就是这个 主要的我们来看一下 PHP、ASP、C2这种 或者图片的找一下 这个image-JPEG JPEG的两个是一样的 什么bmp 下一个 它的类型是image-bmp png image-png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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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否设置了 这个submit的值 如果设置了之后 是否存在这个 因为在前面已经定义了 说明这个是存在的 然后才会进到这个里面的判断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跳出完 文件类型不正确 或者说文件价不存在 这个这里面的判断 就是通过文件上传之后 这个文件流的里面的type值 里面存了一个 它的mimee类型 就是image-gif image-jpeg image-png image-bmp 的这种类型 然后呢 如果判断成功之后 就可以直接移动文件 那么这个image类型是可以进行伪造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php的文件 我们先把它改成 jpg文件 我们通过boxd来上传 打开 due 结合的 mimee类型 我们直接上传 直接上传php 先来看一下 文件类型不正确 请重新上传 那么我们再把它改成jpg的 再来上传 虽然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上传之后 它的文件会变成jpg 那么我们不可以进行解析 怎么办呢 我可以打开 打开这个 让它被我关掉了 boxd打开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代码里面只是验证了mimee类型 并没有验证后缀之类的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mimee类型 才达到绕过的目的 已经拦截到它的数据包了 包装在repeat里面 可以看到 mimee的类型 就是在这个包头里面的 content type 就是image的 image-jpg 那么我们现在 可以把它改成jpg的文件 但是它的mimee类型 还是image-jpg的 那么它就是可以绕过的 它在判断这个的时候 是成功判断的 然后保存文件的时候 还是保存了这个文件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应该是文件成功上传 保存到了upload -test.php的录像 来打开服务器看一下 打开目录 代表 deoject upload 可以发现 test.php已经上传上来了 这个test.php是在 你先把这个保 job条增加 第五个 upload test.php 可以看到它是当成php解析的 但本来它是图片 所以说它无法解析 只能把它以文本的格式显示出来 我们踩到连接看一下 也是可以连接的 这条目录 这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文件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缀的演示 我们看一下代码 这里面前面跟刚才一样 主要这里面定义了一个 拒绝的 拒绝的文件后缀 点.asp.php 点.php 点.aspx 点.gsp 点.gsp 这边 然后判断是 这个 就是说我们上传的文件的后缀 是不是在这个后缀里面 如果在的话 就不允许这个 不允许执行这个 如果不在的话 就可以执行 文件上传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 因为只是检测了后缀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 大家想有其他的方式吗 可以配合解析漏洞 想一想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这种文件名 它说是不能 不能包含.php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 验证后缀的时候 发现它是.php 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上传的 但是我们改成 不是 不是.php的 是.xxx的格式 我们来上传看一下 这个直接关掉 或者验证 你查查账 发现是可以成功上传的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发现也是可以正常解析的 这个就利用到了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上上节课讲的解析漏洞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正常连接 我们的交本类型 发现是可以正常连接的 这一步我们就配合了 解析漏洞 来达到文件上传的目的 如果是IS的 IS的话 我们可以 设计一个 这种文件名 ASP 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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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就 pg 这种 利用解析漏洞来执行 当然 你 当然你这个里面 应该是 放的是 ASP的代码 所以说 需要有 RS环境的支持 我这里面 使用的 Apache的环境 所以我们用的是 PHP的代码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文件内容的验证 这里面的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使用了 getImage的size 这个函数来检测 这个函数呢 会判断 文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图片文件 如果不是 就会报错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文件头来欺骗 来让我这个检测 里头欺骗呢 主要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从网上下的一个 普通文件 普通的JPG图片 我们在 这边是它的文件头 我们在最后 添加了 我们需要执行的PHP代码 还是把它写为PHP 虽然它现在是打不开 但是 在PHP的 用 getImageSize 认为它是一个图片文件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内容 选择 Test 点PHP 打个名吧 123 我们点上传 发现 这个已经成功上传 保存的目标是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发现也是可以成功解析的 没有把它解析成图片这种格式 拆到也是可以连接的 看一下 连接了 进行一些其他的命令 进行 进行 我给大家留了一个科学习题 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这些存在上台漏洞的文件 自己手动操作 达到绕过验证的目的 最后 谢谢大家观看